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 蓝天白云 绿水青山 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 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 要想远离危险 必须先回来 先要懂得安全 让我们来共同学习 儿童安全常识 玩滑板也疯狂 体育课上 老师在教同学们一些玩滑板的动作和诀窍 同学们按照老师的指导在操场上滑了起来 乐乐向来胆小 已经上了好几节课了 还是不敢滑 这间她站在滑板上摇摇晃晃不敢前行 而平平平和皮肥 已经滑板上摇摇晃得很熟悉了 动作也很优美 他们两个人看到乐乐不敢滑 就过来鼓励她 陪她滑 不一会儿 乐乐也放开胆子 滑了起来 体育课快结束的时候 老师表扬了滑得比较好的同学 其中就包括平平和皮肥 接着老师又讲了一些滑滑板的注意事项 首先要戴上护具 包括护膝 护肘 护掌 还有头盔 它们可以避免或减轻你摔倒时受到的伤害 其次 滑滑板的时候要注意安全 千万不要推挤 嬉闹 也不要在马路人多的地方滑 这样才不会发生危险或意外 同学们认真的听着 星期六下午 平平 乐乐 皮皮 还有欢欢 也好去公园里玩滑板 到了公园后 它们选了一个宽敞的地方玩了起来 只见 平平和皮皮先用一只脚踩在滑板上 控制着滑板往前滑动几步 然后地上的另一只脚很快地上到了滑板上 滑板顿时在它的脚下听话地滑动 时而转弯 时而上坡 时而下坡 看得乐乐和欢欢都羡慕极了 于是 它们也开始变着花样的玩 不知不觉 一下午快过去了 它们决定回家了 等一下 你们就这样滑着上街啊 会不会太危险了 欢欢叫住三个人 提醒他们 难道想来的时候 还抱着回去啊 太慢了 还是滑着回去吧 皮皮满不在乎地说 是啊 我们又不是刚学会的 都滑得这么厉害 怕什么呢 就这样出去 那才帅机呢 皮皮一边说 一边绕了个圈子 转了个漂亮的弯 就这样 它们踏上滑板 绕着公园 经过篮球场 游乐场 引起不少行人的注意 得意极了 小心 有台阶 出公园大门时 乐乐提醒大家 这个我能滑过去 小意思嘛 看我的 只见 皮皮后脚用力 把板头踩起来 快速冲了下去 然后 稳稳地滑到了地上 我们 我们还是走下去吧 欢欢和乐乐 胆子小 不敢尝试 于是拿起滑板 走下了台阶 平平平看到皮皮优美的动作 也想试试 只见 它学着皮皮的样子 冲下台阶 结果没有控制好速度 撞上了停在大门旁的自行车 啊 全倒了 欢欢喊道 整排的车子全倒下了 哎呀 糟糕了 趁着没人看见 快溜 皮皮说 这样不好吧 欢欢迟疑地说 过不了那么多了 快走吧 平平催促道 于是 他们离开了公园 上了人行道 皮皮忍不住玩起了 才学会的花样 在人行道上滑起来 正滑得得意 没想到脚下一滑 摔到马路上去了 差点被后面的电动车撞上 惹得骑电动车的人 一阵抱怨 皮皮 怎么样 你没事吧 大家被他吓了一跳 随即上前 扶起跌倒在地的皮皮 没事没事 皮皮爬了起来 幸好身上有保护装备 要不然很有可能摔伤呢 骑电动车的人 看皮皮没事 生气地说了一句 真是的 玩滑板小心点嘛 然后就离开了 要过马路了 大家小心啊 平平提醒道 他们停在红绿灯前 等着过马路 没车子 没车子了 走吧 皮皮见没有来往车辆 便率先滑了过去 等等我们 乐乐喊了一声 和平平欢欢 也跟了过去 过了马路 调皮皮的皮皮 又开始玩了起来 要转弯了 平平 我们来玩一个新花样吧 然后 和平平拉手 开始转弯 小心 有车 突然 乐乐大叫起来 原来 有辆汽车正转弯过来 眼看就要撞上了 啊 汽车司机 看到突然窜出来的孩子 吓了一跳 来了个急刹车 平平和皮皮 撞在引擎盖上 然后 倒在垫上 乐乐和欢欢 吓得一阵惊叫 汽车正好 在他们面前停住 他们两个人万幸 都没有什么大碍 只是 有些小擦伤 司机 更是吓出了一身冷汗 生气地对他们说 小朋友 花花板 虽然是一项 很好的运动 但是在街上这样玩 是很危险的 知道吗 刚才要不是我 反应快急刹车 你们小命都没了 别玩了 赶紧回家吧 平平他们吓坏了 再也不敢在街上 玩滑板了 抱起滑板 乖乖地回家了 安全 小贴士 滑板运动 越来越受到 小朋友们的喜爱 但是 滑板运动 有一定的危险性 运动时 上肢 腰部 膝盖 脚踝 非常容易受伤 因此 小朋友 在玩滑板时 要注意以下几点 小朋友玩滑板时 要戴好头盔 护手 护膝等护具 这些 这些可以保护身体 这些可以保护身体 减轻摔倒时的伤害 练习 练习滑板的地点 应选择空旷 平坦 少人的地方 不要在街上 马路上玩滑板 切记 不要拿滑板 当交通工具 初学的小朋友 最好有大人在旁陪同 因为小朋友的平衡性不够 很容易后腰摔倒 而摔到后脑 可能会致命